就是我的前輩 我先來囉 而且你知道他已經接我了 你遇到五個月了嗎 你一定一定一定 我先叫外奏 我先來 我先來 我是林哲希 大家好 然後我飾演的角色是趙柏安 Yeah 我先來囉 好怕喔 啊 請問你今天早在吃什麼 我是殺人嗎 他的表演就跟他的人一樣 就是很大方啊 然後很活潑這樣 所以我們兩個都還在找 那個戀愛的氛圍是什麼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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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個女兒 沒錯 我知道柏安的瀟灑吧 以及他就是那種放鬧不羈 沒有很在乎各種事情的這種態度 抱歉規規矩矩的世界裡面 突然出現一個放鬧不羈的男人的時候 然後我就要內化這件事情 柏柏 欸 好 我去吃飯 OK 今天吃烤雞蛋 好 你是心虛嗎 你幹嘛總不認識我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我們 相遇的第一場戲吧 就是在多年後 我們又重逢了 然後在拳擊場那整場戲 我覺得都滿 滿有趣的 就是因為 剛開始他不知道 我到底記不記得他 然後我也沒有表現出來 然後但是我在教課的時候 就好像記得他 又好像不記得他 然後故意在那邊弄他 就是 教他 然後我就跑去教對面的 其他女生這樣 然後保鮮就很生氣 在那邊揮拳 然後他揮得很大力這樣 就是 我覺得那場戲很有趣的 就是那個小小的 那個心裡的男友 大家一定都有這個經驗 就是你看到前任啊 或是看到什麼 你心裡就會有一種 他到底記不記得我 他到底記不記得我 欸 出去啦 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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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嗎 色就好 他很招拳喔 對 招拳 右邊直拳的時候 右手伸直 你動一下要緊張開 對 想要轉腰 欸 我隔著喔 隔著喔 合一齁 轉腰 對 我都在看他 對 你都要在看他 沒錯 OK 你自己練一下 嗨 同學 超熱情 我想我們先半小時 來 哎呀 那種真的 那種 手刀的那種 就跑去跑超快 高中的時候的戲 其實我也覺得 趙伯安非常迷人 兩個高材生嘛 在巷子裡面跑啊 然後帶你去哪裡 然後不要去上課了 對於寶欣來說 就太迷人了吧 太帥了 所以我覺得寶欣為什麼 這麼在乎趙伯安 然後也不想要離開他 其實就是 有很多這樣子的 顛覆自己原本世界的 帥氣的行為 但我希望 不管跟誰在一起 都可以留在一起 對那一天印象很深刻的原因是 那一天他經歷了一個 被放鴿子 希望一起過生日的人 沒有辦法陪他過生日 但最後陪他過生日的人 卻是白衣 其實劇本上 好像沒有寫到會 泛淚或是 情緒是滿的 但是在實際拍攝的時候 就是當下被 薛潤視野的白衣感動到就是 覺得他很真誠跟他真的希望 我可以過一個很棒的生日 然後那天拍的時候是 很開心和幸福 我最近印象比較深的應該是天台 因為我覺得蠻浪漫的 對因為那場戲 我自己都會覺得蠻感動的 我覺得如果說我喜歡了這個人 我覺得 為什麼替他著急這樣 但我不會去檢討他 有時候就是當局者名 當作是他的課題 未來 當然他心裡一定還是有 白衣的位置 但是未來在看我的時候 我感覺到他對我是 真的很真的 雖然他不是一個 很好的男朋友的樣子 但是 我每次離開 我都是真的覺得現在這個情況 我得伸出這個援手 因為其實對未來來說 他是第一次談戀愛 有很多時候那個 覺得酸酸 覺得不太舒服的感覺 好像也都不確定那個是什麼 好看喔 對他來說 好看喔 還好 你怎麼玩 好